你好我是Coachin的Ryan 你曾经想过要如何利用人工智慧分析资料吗? 这段影片将带你窥探如何利用ChatGPT 与资料直接进行对话 用最简单的自然语言分析资料 这个过程不需要使用艰难的程式语法或数学统计 你可以轻松的找出资料中潜在的意义 OpenAI最有名的服务是ChatGPT 我们可以透过对话的界面与AI交谈 我之前有制作一段影片 示范如何使用ChatGPT 撰写操作Excel的Python程式 这段影片就是使用ChatGPT的对话界面 请AI帮我们生成一个操作Excel的程式码 然后再复制贴上到程式编辑器上执行程式 但如果我们想要将OpenAI直接整合到我们的系统 不是复制贴上AI生成的程式码 那么我们就需要在OpenAI的官网建立一个API Key 然后在Python程式中透过API Key 整合人工智慧的模型 这段影片主要会分成两个部分 前半部会先介绍如何在OpenAI官网上充值和建立API Key 如果你对这部分还不熟悉可以从头开始看 但如果你已经有使用过API的经验 可以跳过这段直接到第二部分 我将会和你介绍一个好用的Python模组Pandas AI 它可以帮助我们无痛整合人工智慧 让我们直接与资料进行高阶的对话 这是OpenAI的官网 我们要先在后台建立一个API Key 透过API Key 我们可以将OpenAI的人工智慧的模型 整合到我们自己的系统 进行资料分析或其他人工智慧的应用 我点选右上角Login登入账号 如果你还没有账号的话 请先注册好一个免费的账号 或是使用Google Microsoft 或Apple的账号登入 登入后你会有两个选项 左边是透过对话界面操作的ChatGPT 右边则是API的控制界面 我点选API 进来之后会出现一个欢迎的页面 有一些基本的教学和功能介绍 我点选功能选单上的设定 然后选择Billing 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是设定付款方式和打钱进去 我可以在Overview的页签上 看到我目前剩余的可用金额 用多少算多少 如果用完了就无法继续使用 如果想要打钱进去 我可以选择付款方式的页签 点选新增付款方式 在这里填写信用卡资讯 完成之后会在上方看到绑定的信用卡 接着我回到Overview的页签 点选新增Credit Balance 然后我可以在这里输入我想要充值的金额 还有付款的方式 如果你觉得一直打钱很麻烦 你可以选择自动扣款 当你的使用额度不够时 OpenAI会自动从信用卡扣款 当我们打一笔钱进去之后 就可以开始使用API Key 整合人工智慧的模型到我们的系统里面 所以我们要先建立API Key 这里我先建立好了一个API Key 名称为Pandas AI 这是我等一下要用来示范程式码的API Key 我先示范如何新增一个API Key 我点选建立新的密钥 然后输入TestDemo 作为我这个Key的名称 输入完成之后 点选建立按钮 接着我会取得一串代码 这就是我的API Key 我必须要把它放到我的程式码当中 作为我系统串接OpenAI的钥匙 这串代码只会出现一次 所以我点选Copy 放到安全的地方保存起来 接着我会在API Key的页面上 看到刚才建立的TestDemo 但是上面没有显示完整代码 如果你没有保存好API Key的代码 那你就无法再使用这个API Key 右边的编辑按钮只能修改它的名称 或是点选右边的删除按钮 删除掉这个API Key 当我的系统运作一段时间之后 会想知道OpenAI的使用量和花费 我可以点选Usage 这里有清楚的图表 可以让我了解最近的使用情形 像是我在3月使用GPT4的模型 大约1.67美金 GPT3.5则是0.44美金 这可以帮助我管理系统使用OpenAI模型的用量 建立好API Key之后 我就可以透过API Key 整合OpenAI的人工智慧模型 辅助我的自动化工作系统 像是我们工作中常用到的 Excel Word等文书软体 你可以在资讯栏中找到 Python AI自动化课程的介绍 接下来我要示范如何使用 Python程式语言 整合人工智慧模型 与资料对话 进行资料分析 我现在来到Jupyter Notebook的画面 接下来我要示范如何使用 Python串接OpenAI的API 请你在开始之前 先准备好你的API Key 我现在要先汇入模组 OS 然后在OS下的环境变数 OpenAI API Key 输入你已经建立好的API Key Invariant是一个字典 它可以存放我们自己定义的Key和Value 我已经输入过我的API Key 并且执行过了 所以记忆体中已经有这个变数的资料 请你在使用这个程式码的时候 记得要输入你自己的API Key 并且执行 接着我安装一个模组 Pandas AI 这是一个将人工智慧 与Pandas结合的模组 我们可以透过简单的自然语言 与资料进行对话 画出图表 它可以帮助我们 用更直观的方式操作Pandas 请你先使用Pipe Install 安装Pandas AI 然后我们就可以使用官网下方的范例 进行基本的操作 但是我接下来要示范的 会使用一个外部的CSV档 进行资料分析 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 汇入Excel 或是串接资料库中的资料 这个CSV档是一个餐厅来客树的资料 记录了四间餐厅每一天的来客树 这四间餐厅分别是栏位Rest1到4 最后一个栏位Total 是这四间餐厅的总和 我在程式一开始 要先汇入等一下要用的模组 第一个是Pandas 然后是Pandas AI的类别Agent 最后我们要使用的语言模型OpenAI 模组汇入完成后 我要宣告一个变数LLM 这是OpenAI的物件 我在参数API Token 输入刚才我设定的环境变数 OpenAI API Key 这样就可以使用你在上面输入的API Key 串接OpenAI的API功能 接着我要将刚才介绍的CSV档 透过Pandas汇入进来 转成一个DataFrame 我宣告一个变数DF 然后用韩式ReadCSV讀取CSV档 我在韩式中输入档案的路径 这样就可以将档案读进来 进行后续的资料操作 如果你要读取Excel 只需要将韩式改为ReadExcel就可以了 接着我继续宣告变数Agent 这是一个Agent物件 我在初始化这个物件时 需要输入三个参数 第一个是上面读进来的资料DF 第二个参数是Description 这是描述我们资料的内容和栏位定义 这会让AI能够对我们的资料有更好的理解 回复我们更正确的答案 我在这里输入DataFrame 是一个餐厅来客数的资料 总共有四间餐厅 对应的餐厅分别是Rest1 Rest2 Rest3 Rest4 每一笔资料则是日期当天的来客数 最后一个栏位Total 是四间餐厅来客数的总和 有了这个描述后 AI就能够理解栏位Rest1中 记录的是一间餐厅的用餐人数 接着我要输入最后一个参数Config 指定语言模型 是我刚才在上方设定好的OpenAI物件LLM 做到这里我们就完成了所有的设定 接下来我就可以开始提问 与资料进行沟通 我先宣告一个变数Query 1 这是我要提问的问题 我请AI帮我计算出哪一间餐厅 在2016年1月来客数最多 如果我们从资料来看 应该是要先过滤出2016年的数据 然后将四间餐厅的人数加总起来 最后比较哪一间餐厅的来客数最多 才能够得出最后的答案 但是我们结合AI的话 就可以直接将我们想要知道的分析结果 传送给AI就好 接下来我宣告一个变数Response 1 这是AI回传结果的内容 我可以用Agent的函式Chat 将问题传给AI 最后我用Print 将AI回传的资料印出来 我来执行看看 执行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AI回复我 在2016年1月最多客人的餐厅是Resp4 原本需要过滤日期 加总人数和比较的动作 现在只需要提出问题 AI就可以简化分析的过程 将最后分析的结果告诉我们 Pandas的好处 并不只是整合AI而已 当我们在执行程式的时候 程式的目录夹下 会产生一个新的档案夹 这个名为Cache的档案夹 记录了我们与AI传递资料的内容 这可以帮助我们与AI进行连续性的对话 并且减少重复呼叫API的次数 因为使用OpenAI是需要支付费用的 如果重复的问题 就不要再次发问会更省钱 我现在来示范它可以截取前面的问题 继续对答的功能 我宣告一个新的变数 Query 2 我问第二个问题 请告诉我这间餐厅2017年1月的来客数 比去年多还是少 我并没有告诉它是哪一间餐厅 这间餐厅取决于前面找出来的答案 接着我继续宣告回传答案的变数 Response to 然后用函式Check to 传送我第二个问题 最后列印出回传的结果 接着我来执行看看 执行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它告诉我们 第四间餐厅在2017年1月的来客数 比2016年1月要来的少 通过这个示范 你可以看到Pandas AI 在使用上具有对话的连续性 同时能够减少呼叫API的次数 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与资料对话的好工具 Pandas AI的功能 除了这段影片介绍的功能以外 它也可以结合AI的辅助 修正我们下的提示语或问题 帮助我们能够获得更精准的答案 当我们取得分析结果后 还可以与AI讨论它分析的过程 理解AI分析问题的思路 当我们有多笔资料时 Pandas AI也能够合并多个资料来源 执行更复杂的深度分析 最后还能将分析的结果绘制成图表 如果你想要进一步学习 结合AI分析资料 可以参考我的Python AI 资料分析课程 这两个课程还会示范如何应用AI 进行股票投资分析 辅助你判断进场的时机 最后会教你制作一个有界面的AI 资料分析系统 你可以直接透过浏览器操作系统 输入你的API Key 对资料的描述 还有你想要提问的问题 最后上传资料 就可以在画面上看到AI回传的结果 用界面操作会让你在分析资料的过程更方便 也可以提供给其他同事和伙伴使用 这些教学我都放在Python AI 资料分析课程当中 你可以前往Cogin的官网 了解课程章节 如果你觉得这堂课程 能够帮助你更多理解AI 与资料分析的技术 你可以在下方资讯栏中找到课程连结 我是Cogin的Ryan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